我最近疗愈的个案都有一些担心未来会有不好的结果 害怕自己犯错 导致最终的结果是自己无力承担的 从人活在未守未脚里 不敢去实施行动 如果我们要说的是您 那么请您一定看完今天的视频 首先你们有没有想过 担心未来会有不好的结果 这个念头最初从哪里来的呢 有可能来自于我们的父母 朋友 网友 老师 同学 社会里的集体意识等等 总之啊 这个念头很有可能最初 并不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如果说我们的大脑本来是这万里无云的蓝天 而所有的这些念头 就是一朵朵飘来的白云 它飘过来又飘过去 而真正的你是在这蓝天背后 看着这些念头飘过的人 那么一旦我们认同了某个念头 我们就被这个云彩带跑 进入到这个云彩的故事情节里 所以你要非常的清楚地分辨出来 哪些是你自己的念头 哪些是别人投射给你的念头 别人投射给你的念头 那是那个人内心世界的小剧本 就好像NPT不断给你投射恐惧 告诉你说 未来你走这道路肯定走不下去 你如果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会排斥你 嫌弃你怎么怎么这么搞特殊 枪大出逃鸟 你难道没听过吗 或者你就算走自己的道路 回头你肯定也挣不到什么钱 等等等等 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啊 这是他们的念头 或者是他们的信念 而你不是他们 那你自己觉得这些事 是否会真的发生在你身上呢 如果你认同了他们的这些念头 慢慢长大成了习惯 这些念头和信念 就变成了你的念头和信念 那么之后 无论你的NPT父母是否在你身边 你约到伴侣 NPT是否在你身边 每当你又要想去外面闯荡的时候 这个念头就会在你的天空里 超级响亮 让你看不到其他云彩 可以选择的可能性 其他云彩是什么呢 这些所谓的未来不好的结局 不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 举个我本人的例子 之前我去泰国苏美岛 想去看粉色海豚 我老公和他的朋友们都不想去 我就自己一个人抱了当地的团出行了 在船上的时候呢 有一个环节 就是可以下水浮浅 看海里美丽的小鱼们 我自己是没有学习过浮浅的 但是我大概知道要用嘴呼吸 那船上泰国的小哥们呢 都给我们准备了浮飘以防万一 我决定要体验一下和美丽的小鱼 一起海里上游的滋味 虽然我会游泳啊 但是游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带着浮浅的工具 嘴里咬着那呼吸器下水了 那因为我知道我需要用嘴呼吸 所以在船上的时候啊 我还特意锻炼了自己几次用嘴呼吸 毕竟咱们平时用鼻子呼吸啊 我很怕下水以后一紧张 就直接鼻子呼吸了 那就惨了 所以我在觉得自己可以适应的时候啊 就下水了 结果我第一次下水的时候呢 因为一边要不断地游着 一边还要注意不要碰到身边其他人啊 还要照顾自己的呼吸 就一下子慌了神 敲一口海水 我塞 鼻子顿时疼得要死 因为太疼了 我又想着要嘴呼吸 就一下子又喝尽了一口海水 而那个海水特别咸 给我hold啊 我发现不行 赶紧上船调整一下 好 这一回啊 我长记性了 而为了让自己不慌乱啊 更加集中精力在嘴呼吸上 我决定穿浮飘啊 泰国小哥啊 以为我知道怎么穿这个浮飘 给了我以后呢 我自己穿完 又训练了几次嘴呼吸 我就又下海水了 结果呢 因为这个浮飘在腿部的那绑带啊 我没记一下水这个浮飘 直接从我肩膀这里浮起来了 从我头部这里快脱离了 我就只能又一次 回小船上调整浮飘 这一回呢 我被泰国小哥发现了 觉得这姑娘不知道怎么穿浮飘啊 所以看我上来以后啊 主动帮我把浮飘给记好了 那接着呢 我又准备尝试回海里去 并且呢 在下海之前呢 我和自己讲 要冷静啊 不要慌张 把呼吸稳定下来 你可以做到的 同时我让自己啊 在船上的时候啊 再一次练习嘴呼吸 因为我还是会紧张啊 又乱了呼吸的节奏 造成枪水 所以这一次 我调整好心态后呢 又下水了 这是我第三次下水 好 这一次呢 因为浮飘不在位置跑了呀 我也找了个人 稍微少一点的地方下水 所以我就可以专注于 静下来在海里调整呼吸 我先是不管外面的小鱼 是否在山边 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呼吸 并不断对自己说 吸 吐 吸 吐 几次以后呢 我终于开始适应了嘴呼吸 就开始去观察我身边 周围美丽的小鱼们了 有那么几分钟 我可以非常享受 与小鱼们在一起 海里畅流的美好感受 真的是特别的欣喜 她们是如此的美丽 又好奇的用她们的大眼睛看着你 特别有意思 所以你看呀 未来是由你当下的每一个瞬间所做的决定创造的 如果我在第一次下海的时候 先担心 我会不会被敲水呀 我会不会永远的时候被别人踹到 导致自己受伤啊 而这种对未来的负面 是会无形显化一些阻碍给自己的 因为你在幻想这些未来会令你恐惧的情景时 你会不会恐惧 会不会担心害怕 而这些情绪就是你释放给宇宙的讯号 也就是你在向宇宙下订单 宇宙就会因信力法则 给你一个相对应的反馈 既然你想体验害怕恐惧 那么就给你咯 因为这是你想体验的嘛 但是如果我不去预设未来会发生什么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啊 我只是去看在当下 自己目前所拥有的哪些资源 尽己所能的去创造一种 我可以战胜困难的信念 并且行动起来 那么我给宇宙传递的讯号就是 无论这个挑战是什么 我都有足够的资源 可以协助我战胜它 那这个情绪是什么呢 是不是充满力量的 充满积极无所畏惧的 那么宇宙根据信力法则 也会回应给你类似的情景 但是这个过程中呢 你看我有犯错对吧 先是我选择的下水的地方人多 还有自己游泳啊水平没那么高 导致自己注意力不集中 就没有办法照顾到 还不熟练的嘴呼吸 那我就被抢水了 我就被迫上船去调整了 那这个呢 就是宇宙给我的反馈 即你要想体验到最终那个 与小鱼畅游的美好体验 你还需要进一步调整才可以做到 这个时候 如果我因为经历了这些 不美好的体验就放弃了 而没有总结 我问题出在哪里了 我怎么可以调整 我所拥有的资源 去改善这个局面 而是觉得 我就是没能力的 我就是搞不定 而自责 那我们很容易就掉入负面情绪的漩涡里出不来 而没有看到其他可利用的资源 比如 如果我意识到自己游泳不够好 那我可以借助一下浮飘 就可以解决啊 因游泳不顺畅给自己制造的阻碍 那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就可以再次尝试就可以了 这次尝试发现浮飘没绑对 那如果我又放弃了 觉得自己怎么连个浮飘都绑不对啊 骂自己怎么这么笨之类的 这样不仅没有善待自己 还会让自己有羞耻感 导致自我厌恶 但是我们从小被骂到现在 被骂长大的 你真的觉得自我厌恶 负面评判自己 对自己的成长有什么积极作用吗 没有吧 另一方面负面情绪如果来了 就如人使他来就好了 他也是能量 那么就去感受他 体会他 想象自己这个时候是一个管道 什么情绪来了 就都顺着脚底流入了地心 伴随着你的每一次呼吸 你都吸入白色的光 来净化自己这些负面能量 吐气的时候 把所有的负面能量都吐出去 做几次这样的呼吸 同时让情绪像水流一样流走 那么慢慢 你就会恢复到平静的当下的状态 再去解决问题就好了 那回到刚才我的例子 因为我本来也不知道怎么绑浮飘 那我就承认自己不会啊 这并不可耻啊 请别人来帮我 或者教会我如何绑这个浮飘 教会我自己也就会了嘛 请你一定记住 我们不是全能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我们因自己的短板 暴露了自己的无能 请不要因为这一点 而责怪自己 或者骂自己 羞辱自己 毕竟我们没人可以全职全能 所以这个实话就虚心点 像比你懂的人虚心请教一下就好了嘛 那我很感激那个泰国小哥他帮我呀 这个问题呢就顺利解决了 最后在尝试之前啊 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总结第一 选到一个人少一点的地方下水 这样就不用总想着躲避别人了 或者担心别人看不到自己 一脚踹到自己 或者我踹到别人了 第二呢 我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嘴呼吸 精力更加集中 放松 慢慢就可以进入状态了 之后 我就可以体会到 战胜困难后的喜悦 那最后呢 你就可以跟小鱼一起体验畅游了 所以不要害怕失败 不要害怕犯错 你要想想啊 如果你害怕自己创业失败 亏损了几百万 那其实侧面在证明啊 你有这个财库 可以挣到这些钱不是吗 因为钱呢 是越花越多的 那如果我有能力亏损这么多 就意味着 我有能力可以挣到 比这个多几倍的钱 我只需要总结经验 看看自己哪里疏漏了 哪里可以改进 是战略上需要改进 还是因为我没有找到 适合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向 或者我没有找对适合的合作伙伴 投资人 又或者我对于该承担的相应责任 我逃避了 造成了重大损失 记住 没人总想替你背锅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创业者 那么你自己首先就要明白 你所担负的责任有哪些 遇到的困难 你是要挺身而出 去解决问题的 你可以有自己的战略伙伴 为你提供建议 但是你是否愿意敞开心 去聆听这些建议 甄别这些建议 取决于你自己是否 允许别人与自己 合而不同 而不是只要别人与自己 不同意见 就是别人有问题 甄选建议 也是看你是否能够分辨出 哪些建议是别人试图捧杀你 先获取你的信任 接下来操控你 最终获得他们想从你身上获得的利益 还是这些建议 是真的当下你最需要 且能实际解决你个人问题的 当然就回到我们人格层面的成熟度的问题了 如果你人格层面比较成熟 这些问题呢 就会比较容易解决 也不太容易精神内耗 但是如果你内心不够成熟 那你很可能会阻碍自己 因为你的受挫力不够 你可能会太过于在意自己的面子 自尊心 或者别人如何看待你 而没有关注到当下 你可以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本身上 最后 我不断告诉大家的 无论你选择创业也好 还是选择一份新的职业也好 请一定先想清楚自己热爱什么 对什么有持续的热爱 之后哪怕有万般阻碍 我都不会放弃的 那这个呢 就是你该去发展的道路 千万不要人云亦云 或者完全模仿别人 你是自己的创造者 你也有能力去创造一个环境 适合自己成长 如果你说 我不知道自己热爱什么 或者我觉得自己做事 总是三分钟热度 那么我建议你多去探索 你每一次探索 宇宙都会给予你一个反馈 当你发现你想走的路突然出现了阻碍 怎么走都走不通的时候 就说明宇宙在告诉你 你要换个跑道了 那你说 那我之前对这个项目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不就白费了吗 不会的 你所有之前的精力都不白精力 只要你会反思 总结 复盘 你就知道这些之前的精力 带给你的经验 是会在日后的自我成长中 继续为你添砖加瓦的 所以你并不会真的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当你走在适合自己的道路上 这条独一无二的道路上时 你可能会恐惧 因为这条路没什么人走 我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呢 但是如果让我和别人走的道路一样 我又感觉自己就像丢了魂似的 完全黯然失色了 又或者因其他人都在嘲笑我走自己的道路 暗示我是走不下去的 就自我怀疑 我真的可以走下去吗 请记住啊 在你刚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时 是一定会遇到一些人嘲笑你 否定你 甚至让你自我怀疑 你走的道路是不真的适合你的 其实就是试图阻碍你 但是如果你发现 这就是你内心真正向往的道路 那么就请你屏蔽掉这些声音 因为这些人和你是不一样的 他们不是你 他们甚至都不与你站在同一条时间线上 或者说维度上 所以你们体验到的宇宙实相 本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没有任何可比性 当你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不害怕失败 不担忧未来 而是活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 沉浮于你的高我 你就与宇宙万物是一体的 你与道是一体的 你永远可以创造出 你想要体验的外境 你永远都有选择 所以请大家尽情的去创造 去体验 去所谓的犯错 其实没有什么对策 只有选择不同而已 祝福大家